对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人 过于什么样的生活 好啊 我从24到25岁 大概有20个不同的城市 我在沙发冲浪 也就是说去各个不同的地方 去见一些我从来没有实体见面过 只有在线上合作过的朋友 然后在睡着他的沙发上面 一直到他受不了我为止 那他就要给我一张火车票 我就去下一个人的地方 那这个有一个数学 叫Per-Erdush 我就是在模仿他的这个生活 那那个就是那过程中有没有什么 就是细节或是趣味的事啊 好比像说我第一站是去奥地里 那当时有一位 就是也是软体工程师 咨询科学家Leopatrich 那他们那个地方超级偏僻 然后离最近的杂货点 都接近20分钟的车程 离最近的超市 可能要接近两个小时的这个车程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荒郊野外 所以他那时候就告诉我说 我如果有什么这个喜欢喝的 或者是喜欢用的日用品 那最好就是在从这个 就是火车站到他家的路上 就买齐了 因为他平常是不会出去采买的 对那所以我们就去逛了超市 那后来我就在那边看到了 没有咖啡因 也没有糖的一种可乐 那这个是当时在台湾没有 实际上现在台湾好像也没有 对那种很奇怪的可口可乐 那所以好像棕色的 对所以我们就把他的那个行李的后香填满 都是那种东西 后来我就喝这个 喝了应该至少两个礼拜 那那个就是这一段的时光 对您的就是影响的意义是什么 简单讲就是说 我就不太觉得说学英语有什么可怕的 因为以前在台湾 大家都是觉得说你文法要会啊 词汇量要多啊什么之类 那在事实上我去奥地 就发现他们英语也没有很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够用就好 而且你就算不够用 笔手画脚一下 那人家到最后还是会听得懂的 那所以不怕讲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以前在台湾那种好像你一定要学到什么程度的这个观念就没有了 那个您可不可以简述一下到底冲浪了哪几个国家 那几个城市 奥地利嘛 我在奥地利之前是去塔林嘛 那个应该是爱沙尼亚 然后阿姆斯特丹嘛 然后北欧的两个国家 包含丹麦嘛 然后芬兰 然后接下来就是英国 然后加拿大也是一个非常偏僻的部分 然后当然就是有波士顿啊 波特兰啊等等 那是美国的地方 然后 圣诞节的时候去了 应该是墨尔本 那是最热的一次圣诞节 超热 对那因为男板球嘛 然后还有其实还有非常多地方 特拉维夫 那个是在以色列 那我可以继续讲下去 反正就非常非常多诚实 对 有特别喜欢吗 在那个年纪 在那个年纪喔 其实在那个年纪对我来讲 好像都是换不同的桌布 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专注的是法国当时那个专案 就是Pearl这个语言的下一版 把它做好 所以我是看就是哪一个人 他的学们 跟我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有关 我是去那个学者的家里 对 所以事实上当时还有去东京 就是单勾改的家里 那等等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我会学到他们的文化 可是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侧面 就是那个学者的就是日常生活而已 那然后其实也还来不及 就是融入当地的人群 那我就要解下一个题目 我要去下一个城市 所以你根本没有观光旅游的部分 对没有什么观光旅游部分 都是在工作 难怪说上桌布 对 我们本来很羡慕 我还觉得 真是特别 那你会想要对25岁的自己说什么吗 就是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那您觉得就是我们生活 身在这个年代 我们要为什么样的事物 或是理念而努力 当然是为永续发展而努力 就是我们这个世代 不管我们想要过怎么样的日子 它不能够是以牺牲 接下来的世代为代价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 特别重视永续啊 其实非常非常早啊 因为当时 好比证据主部联盟 环境保护基金会 刚成立的时候 我母亲就是其中一个创办人 对 那当然后来他们 就是变成像合作社等等 或者之前像社区大学运动的时候 我父亲有参与嘛 那私营临游行的时候 也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包含环境保护啊 或者是社会公益等等 这些人权团体啊都有参加 所以我想我从小就是在这些 这个社会的运动者中间 就是生活 那到11岁跑去德国 那都是在一些 就是在天安门 就是办了一场 就是后来结局不是很好的示威 的这些朋友们流亡到欧洲嘛 那当然他们也是非常在意 这种就是大的公共利益 而不是自己个人利益的议题的朋友们 所以大概就是在这些中间成长 对我是非常自然 那什么时候开始吃素 其实我不是非常严格啦 我就是尽量不吃肉 那里面特别尽量不吃脊椎动物 这样子 那大概我看 我看动物解放时哪一年 应该大概9596左右吧 那个我突然想到一个优荣的问题 不过这边我也是可以 就是您父母对于你入阁以后的这些 就是有没有给你一些feedback 有啊有有有相当多的建议 对而且好像他们这个尤其我爸 因为他是政治学者 对所以就是他他发现跟我比较有话聊 我以前做城市设计的时候 这个毕竟跟他转场相当的远嘛 那但是现在就是他的一些 就是之前的一些想法一些经验 确实是还蛮有用处 所以事实上我们会就是一直讨论 就是尤其在外交上面嘛 因为民主的深化那跟外交的促进 我想是台湾不分党派 就是所有人的共识 就这两件事就是值得做 但这两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 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所以就是我会常跟家人讨论这些 就是可能父母也很以你为荣 就已经就是在一个枢纽 是可以就是让造成社会的转动 有没有以我为荣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聊得很开心 那您认为就是资历跟能力之间 存在怎么样的呼应关系啊 我想最主要的能力 就是终身学习的能力 那所以你的资历里面越多斜杠 那当然就表示说你越能够跨领域 跨文化跨时代的去学习 那你的资历如果是越单杠 那这样子的话就表示是说 你可能是受到特定的世界观 或特定的学们所限制 当你身边的朋友 或是家人或是信赖人 都反对你的决定的时候 你会怎么怎么处理 那我当然就是去认真的聆听啊 就是去体会就是他们的论点 如果他们论点更好的话 那我就同意他们的论点 就是现在就是有无数的眼光 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啊 你就是如何不把外界的好物 当做你个人的责任 那因为最主要的就是 我觉得那就是一些标签嘛 那这些标签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就是素材库嘛 那素材库怎么可能有什么责任呢 你要二创三创 都是你自己的自由 就是等于是一个同仁制嘛 所以有人觉得我像海报做个别针啊 或者是说有人做个折纸啊 去iPhone还可以列印啊 什么之类的 当然我都觉得这是这些创作者本身的创意 我不会对后入座 觉得好这就是我啊 不会 所以作者跟作品 我想这是分得很清楚 好比像说 有一个摄影师来拍我 那这个拍出来的这一张照片 他叫唐凤嘛 Audrey唐 可是就像蒙娜丽莎 他其实是作品的名字 跟作者是没有关系 而且跟这个真的人 也没有什么关系 好 现在我们要拍一些画面 好 好